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在播出后逐渐走低 最终以跌破7700热度的成绩惨淡收场 胡耀小红娘月红篇无疑是六月档期中最尴尬的剧集 而月红篇在各个方面的成绩低于预期 担当女主的杨幂无疑是遭到了巨大质疑 作为杨幂的舒适圈 不仅没能重现当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爆全网的盛景 而且还在口碑 热度以及个人表现上 遭到了全面的滑铁炉 现如今的杨幂显然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特别是连扑两句后 杨幂的抗拒能力以及流量号召力 已然是跌到了一个冰点 月红篇的惨淡收场 不仅让杨幂陷入了尴尬境地 还影响到了胡耀小红娘后续两个篇章的播出前景 特别是竹叶片已经制作完成 接近于播出刘诗诗和张云龙等主演的竹叶片 传出了紧急补拍的消息 虽然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吴轩仪等配角的假期原因 但针对月红篇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 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 腾讯 由杨幂 龚俊领衔主演的胡耀月红篇会员加更里收官 截至目前 该剧揽获2024年爱奇艺古装剧热度值最高剧集的佳剧 豆瓣上超过10万人打分 IMDB开分高达8.2 成为Q2上新剧集中关注度较高的当红炸子集 作为顶级IP加顶级演员加持的作品 胡耀月红篇西纳50加品牌合作加持 创下年度记录 足见该剧的商业价值 开播后 该剧联合知名游戏等 文语领域 热门IP 开发潮玩文创等 新消费领域的一页合作 以及与各地文旅部门 公益组织等多元的跨界合作方式 也让该剧自身的文化意义 得以有效传播 为合作品牌赋予全新的年轻活力 该剧播出期间 随着剧情高潮迭起 其释出的精彩看点 及传达的精神主旨 也多次得到主流官媒高度赞扬 本剧同步海外播出成绩也相当耀眼 剧中 蕴含和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做到了强有力的文化输出 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双赢 腾讯 最近刚好在关注很多歌手的演唱会成绩 然后恰巧就看到了汪苏龙演唱会票价 看了汪苏龙演唱会票价 我才明白 歌手2024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汪苏龙目前的演唱会票价 已经是拉满了 处于体育场 秒寿庆状态 目前汪苏龙武汉战的成绩非常夸张 平均个票面算下来综合一价三倍 这是目前很多歌手都做不到的 其实有这个成绩我真的挺意外的 不关注华语乐坛的朋友肯定不懂这个含金量 要知道在今年这轮巡演之前 汪苏龙只是体育馆选手而已 在此之前 他并没有寻回体育场的经历 2023年的寻回演唱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档次 必须说一句 2024年是汪苏龙腾飞的一年 他也确实该腾飞了 有这么多的爆款 那么可能也有网友会问 汪苏龙现在在演唱会市场 是不是头部了呢 单从数据来看的话 他距离头部还有一些差距 需要更多数据来支撑进行讨论 汪苏龙在歌手2024上了这么多的负面热搜 为何演唱会成绩还是这么好 互联网和现实真的是割裂的 大众的耳朵不会说谎 演唱会成绩不会说谎 但是互联网声量会 汪苏龙目前是歌手2024音源成绩最好的歌手 没有之一 腾讯 上周 新说唱2024的舞台上 来自北京广顺社团的选手秃子和徽子 以一手地道的北京 说唱北派亮相 尽管最终以1比6的比分 输给了新疆选手A3 但他们的表现 引发了网络热烈讨论 北京作为中文说唱的发源地 曾经孕育了隐藏 龙井说唱 新街口 音三 龙胆子等一大批前辈人物 然而 自2013年后 北京说唱 似乎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 北京说唱的黄金十年 从1995 年老正在北大西门的 Solutions酒吧 放弃嘻哈音乐开始 隐藏乐队的成立 2001年 Iron Mike 钢铁麦克比赛的举办 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北京MC们的歌词 更多是对社会的洞察 和人性的思考 作品注重爱与和平 对抗权威与压迫 表达愤怒与不满 然而 随着2013年后 互联网浪潮的冲击 北京说唱 逐渐被穿于说唱等 新兴势力取代 北京说唱的严肃性 和不够市场化 使其在商业化的环境中 失去了竞争力 如今 随着方言说唱的崛起 北京rapper们正在努力 寻找新的方向 腾讯 今年的嘎那国际电影节 华语影片 频频亮相 青年演员 周游参与了 其中两部入围作品 贾张科导演的 风流一带 和管虎导演的 狗震 周游在狗震中饰演 彭于燕的发小儿 镊石里 展现了他不同于 以往的表演风格 周游此前的角色 多是帅气 酷尽十足的大男生 而在狗震中 他饰演的是一个 引入沉烟中的西北汉子 为诠释这个角色 周游不仅在造型上 做了很大改变 还专门学习了吉他演奏 为影片中的一个 关键场景 做了充分准备 在狗震中 镊石里这个角色 虽然朴实 但充满了喜感和温暖 他的友情 和细腻的情感表现 为影片增添了不少亮点 周游的表演 不仅展现了 他作为演员的突破 也让观众 看到了他的潜力 期待周游 在未来更多的作品中 继续挑战自我 带来更多惊喜 腾讯 6月11日 电视剧金庸武侠世界宣布 将于6月17日 在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尽管此前预告片和宣传中 观众期待的是 东邪吸毒和南地北盖 两部人物片 但最终 平台选择了 以铁血担心为开篇 这个单元主要讲述的是 射雕英雄传的主线故事 此杀饰演的郭靖 虽然一开始 让人觉得有些抑郁面孔 但随着剧情展开 他的表现逐渐被认可 相比之下 饰演黄荣的包尚恩 则显得柔美有余 古灵精怪不足 预告片中 黄荣的镜头并不多 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饰演小乞丐的那一段 饰演杨康的王红毅 和慕念慈的黄毅表现 相对重归重举 高伟光饰演的欧阳峰 在预告片中惊艳全场 但戏份不多 其他如周一维饰演的黄药师 和润东饰演的段黄爷 明道饰演的红七公等 角色的选角 则引发了争议 尽管演员选角 存在隐患 但从背景 配乐 武打 特效等方面来看 这部剧 还是值得期待的 腾讯 这几天 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许多人对刘亦菲的美貌 和演技赞不绝口 认为她成功拯救了这部剧 然而 对于剧情的评价 却显得两极分化 有观众觉得 剧情离谱 但黄亦梅这个角色独立 自信 同时刘亦菲的颜值 也为剧集加分不少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部剧 不过是三流的言情玛丽苏剧 剧集改编自艺书的小说 讲述了黄亦梅在爱情 婚姻和事业中的不同阶段 尽管剧情有瑕疵 但刘亦菲的演绎 让许多人愿意追下去 腾讯 今天是父亲节 贾乃亮和女儿甜心的互动 让网友们感动不已 甜心给贾乃亮 送上父亲节祝福 贾乃亮高兴地 竟将洗面奶 荡成了牙膏 这对父女的亲密关系 让人羡慕不已 甜心从小就展现出 高情商和懂事的一面 她不仅长得越来越漂亮 还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贾乃亮和李小璐 虽然已经离婚 但贾乃亮仍然抽时间 陪伴女儿 甜心也在重要节日 给爸爸送上祝福 显示了她的暖心和懂事 腾讯 父亲节当天 陈小春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全家福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 陈小春和妻子英彩儿 以及两个孩子 穿着亲子装 显得非常温馨 尽管年近六十 陈小春依旧保持着潮流的打扮 然而 有网友指出她皮肤松弛 皱纹明显 显得有些老态 但粉丝们 在评论区纷纷表示 陈小春依然年轻有活力 是不老男神 陈小春不仅在演艺事业上 取得了成功 还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暖男的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腾讯 6月16日 微博电影之夜 如期举行 星光璀璨 众多明星 悉数到场 成为一场视觉盛宴 女明星们的造型摆变 刘浩存以高定 粉色托尾纱群亮相 尽显清新脱俗 但礼服颜色 过于艳俗 引发网友对工作室审美的质疑 金晨则以绿色薄荷蛋糕裙登场 清新自然却略显黑 脸部僵硬不太自然 关晓彤的白色深V古董裙 优雅大方 但特写镜头下 黑眼圈明显 显得疲惫 文奇的花朵 黑丝露背裙 性感路线不符气质 孙谦的火辣身材 和露腰露背长裙 欲解饭十足 但瘦得有些过分 周也的抹胸礼服虽美 但因身材太瘦称 不起礼服 全程面带微笑 颜值再现 中楚西的蓝色异域风 开叉裙性感迷人 高叶的眉红色礼服 气场十足 但裙摆太大走路不变 张碧晨的镂空连衣裙 朴素甜静 陈浩宇的黑色亮片裙 妩媚动人 张嘉宁的蓝色 墨胸蛋糕裙 略显臃肿 蒋琴琴的银色亮片裙 端庄大方 纳然和鼓励那扎的花仙子造型 各具特色 但那扎因过瘦 显得头大身子小 张军宁的黑白拼接 抹胸鱼尾裙大气迷人 妮妮的黑色墨胸裙 优雅性感 张子怡的身V黑金礼裙 气场全开 邓家家的抹胸红色礼服 美艳动人 但木偶闻影响颜值 腾讯 电影奇遇夜和上海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刚结束 微博电影之夜又接踵而至 明星们的红毯造型引发热议 妮妮的两套造型 被网友批评为丑到极限 粉丝们纷纷怒对工作室 要求更换造型团队 刘浩存的粉色 托尾纱裙和黑色礼服 也未能逃过翻车命运 工作室审美遭到吐槽 周也因新电影 云边有个小卖部 即将上映 频频亮相红毯 但造型和妆容显得廉价和老气 未能撑起礼服的气场 关小彤的白色古董裙 虽然精修图美艳 但生图暴露 疲惫状态 肉看起来松垮 其他女明星如金晨 文琪等的造型 也各有翻车之处 粉丝们纷纷表示失望 明星们的红毯造型 不仅影响了她们的形象 也引发了粉丝 对工作室和造型团队的强烈不满 期待未来能有更好的表现 腾讯 微博电影之夜红毯生图曝光 张子怡 妮妮 娜扎等明星的状态 引发热议 张子怡浓妆 显得奇怪 腮红和眼影过多 颈纹明显 但气质依旧出众 玛丽的粉色礼服温柔大方 但因天气炎热 出汗明显 妮妮的黑色礼服优雅 但身材略显发福 妆容泛游 纳扎的黄色长裙 大胆艳丽 但生涂表现一般 头大身小 皮肤状态不佳 刘浩存的粉色 脱尾纱裙少女感十足 但体态勾楼 走路不变 文琪的透视礼服 显得老气 周也的清淡妆容 显得疲惫 黑眼圈明显 金尘的绿色 但高裙清新 但脸部肿胀 妆容油腻 关小彤的白色白者 长裙素雅 但显得年龄感强 肉嘟嘟的脸 和明显的黑眼圈 暴露了她的疲惫状态 纳然的流苏花瓣裙虽艳 但显得身形壮硕 男明星们 大多以西装亮相 王一博的燕尾服 和茂密头发 打破脱发谣言 但疑似戴了假发片 明星们的红毯表现 虽然精彩 但希望他们 在作品上 也能同样用心 带来更多好电影 腾讯 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 虽然大咖明星不多 但依旧充满了精彩瞬间 邓超在开场时 与李小姐交接手卡时 出现失误 手卡掉到地上 她慌忙捡起 并自我调侃 周也在云边有个小卖部 发言环节 抢了小演员 陈贤恩的镜头 引发争议 情伤明显不高 现场合影环节 也充满尴尬 中处西显得特别抢镜 服装险些走光 王俊凯和大鹏的情绪 三连拍对比鲜明 王俊凯表情淡定 黄博和大鹏 在获奖感言时 为提及王一博 惹怒粉丝 大鹏随后 取关王一博 整体来看 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 虽然尴尬不断 但明星们的表现 依旧吸引了不少眼球 腾讯 近日 王思聪被爆出 非婚生子事件 引发热议 王思聪 对此事 并未回应 甚至在日本顶级童装店 购买女童用品 并将社交账号头像 换成你爹来了 王思聪曾表示 自己是不婚主义 不会为一个人 放弃整片森林 黄一鸣则希望孩子能认祖归宗 但王思聪并不买账 将他拉黑 汪小飞则在与前妻争夺抚养权后 迎来了新的幸福 与马小梅结婚 并即将迎来新生命 相比之下 王思聪显得更加花心 和不负责任 而汪小飞则更务实 何又君与西梦瑶结婚后 专注于创业 开设的电竞公司 短短四年 赚了六个亿 事业和家庭都很美满 三位富二代的不同处境 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生活态度和选择 腾讯 静于年二中 许多配角的表演也非常出色 尤其是由崔鹏饰演的宫典 尽管他的戏份不多 但每一场戏都充满了投入 展现了扎实的台词功底和表演功底 崔鹏的古装扮相气质 不输其他男演员 他在多部古装剧中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如《储留相传奇》中的《无花和尚》 《九州天空城》中的《星印池》等 崔鹏不仅演技出众 还在唱歌 主持 舞蹈等方面多才多艺 但一直以来都不温不活 尽管如此 他在《庆余年》系列中的表现 让更多观众看到了他的实力与演技 期待他未来有更多的好作品带给观众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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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